就在说他的这个发热不潮是不是代表他不是感冒而是阴虚 但是这样的讲不对 因为在我们中医的世界里面呢 很多种的发炎性的疾病或者是阴虚的疾病都是发热有潮的 就像我们一般的中医辩证学 如果说一个人他是晚上会发烧出汗 那我们就会说这个人阴虚什么的 就是一般辩证学是这样子 然后那又或者刚刚同学告诉我说 什么白血病或者是有一些血液性的这种问题 或者什么发炎 有往往发热在临床症状是有潮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条的那个 看起来会觉得让人觉得很讨厌的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给的症状 都是不好用的辩证点 就是这样子写各种可能都有 所以不太知道怎么抓这条的重点 就对我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上课的时候讲到说发热不吵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什么 这些都取消好了 因为都有可能 所以不太适合像我那样子讲 那接下来呢 就是想要跟同学 昨天跟同学聊那个话 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人体的自然的疗愈力的一个话题 想跟同学 既然我们不上正课 就来讲一点 比较是属于闲聊的内容 那那个也是我自己学中医到今天 常常会在心里 对自己学中医会好像有一种 隐隐约约的不信任的感觉 的那个感觉 我对他的一些分析跟一些目前的答案 就是说 当我在 当我学了中医以后 到今天啊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有一点 觉得也可以说不好意思 也可以说丢脸 就是我学了中医到今天 我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变好啊 这个 就像 有一些事情 是不是我们在学中医 有一些负面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在学医的过程里面 开始把他邀请到我们的生活来呢 就像是 把脉这件事情好了 我想我在教中医的时候 教基础办教到把脉 都会跟同学讲说 把脉以前啊 吃一点贵之家父子汤啊 不然的话小心被传气啊 把脉会 人家的生病的感觉 就会传过来 那也屡屡有同学说 哎老师真的会耶 你这样子讲 那我把脉 人家感冒我拔了之后 我也感冒了 然后怎么样 所以就在我们的这个教学体系之下呢 理所当然的 大家就说 对把脉会传气啊 没有传的那个反而是比较顿的 或怎么样 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族群的中医者 是认为把脉是不会传气的 他们一整天把几十个人的脉 他也好好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话 那请问把脉到底会不会传气 就是我们人类好像对于现实啊 其实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耶 那我们这边因为老师啊 一开始教的时候说会传气 所以同学就觉得 哦那会传气 于是呢 身体就是一把到人家的脉 就会给自己一个暗示 然后就变得非常脆弱 然后一把脉就把人家病都吸进来 那这时候我就会觉得 那我是不是给了不好的暗示了 那人家那个 有些老师说把脉不会传气 那大家大拉拉拔 然后都没事 那我们这边这个教室里面 学生不是亏到了吗 我就是会 会在考虑这样的问题 当然 学医 我很乐意 它会传 因为在我的医术 比现在还烂很多的时候 我常常是靠着传气 在帮人看病的 就是借着把脉 然后自己感觉到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然后吃药吃到好 那就知道这包药对方可以吃 那就是 那是一个学医的过程 就有传气还是比较有感觉一点 可是 这个东西啊 就像 把脉传气 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 那这个象征性的事件 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就是 一旦 学了伤寒论 那我对于病毒这个东西 就会有一点 跟它好像 关系比较密切 乃至于 好像比较 容易感冒 我记得 我从前在学伤寒论之前啊 没有那么容易感冒的 现在的话 一点点小事情就被传染到了 就是你变成感冒的良知处美啊 那 这个就好像是那个什么 最近呢 什么 西洋电影 电视剧 都在演的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 是没有阴阳眼的人呢 所有的鬼都来找你 但是一旦你有阴阳眼呢 各种鬼都来跟你讲 我跟你讲啊 我生钱啊 那什么手势还放哪里 没有挖出来啊什么的 就所有的鬼都来找你了 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 调性存在 所以 就是好像说 我们虽然不是那种 打开天眼 去看那个 灵界的这种 通灵人 但是 学伤寒论 其实你对病毒 这个能量的世界 你的频道是打开的 然后你就很容易 跟他们 走在路上撞造 那种感觉 那这样子 是不是就变成 学了伤寒论 反而 我们的身体会 有脆弱化的 取 的那个 偏 倾向呢 那这是一个 我想 我常常 回忆到说 好像我曾经教到 某一届的学生的时候啊 会 会觉得说 哎呀 大家真的是 同心协力在学中医啊 怎么说呢 要教到哪一条了 我就先病 那个病 然后呢 教了那一条之后 同学就来病 这个病 然后大家就觉得 嗯都有学到 不错 那那个病到底是 是真的我们因为伤寒论 所以治好了我们的病 还是为了要学伤寒论 所以我们生病呢 这样的事情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困惑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困惑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老 会有老同学在说 其实 学习这个伤寒论这本书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虽然学了之后呢 好像变得比较容易感冒 好像小病比较多 但是相对来讲呢 他的成年老病 比如说气喘啊 或怎么样的 在他治疗这个感冒的这个过程之中 发现说 小病虽然多起来 可是那些老病 大病都开始消失了 就比较不发作了 所以总体来讲 他还是有一个 就是往好的一面的平衡点吧 所以至少学中医不一定是一个 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事情 但是呢 像昨天 因为昨天也在讲的同样的话题嘛 昨天下课之后啊 助教 有一个助教在跟我聊这个事情 原来是我找他聊 因为自己有点担心这类的问题 所以就跟他在问 他就说 好比说 认识老师的时候 老师就会说 阳气越虚 越容易外流 所以我们男生 如果这个性方面的那个欲望很多 你就说这是气虚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说那要吃补药 那气 阳气比较够了 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性欲了 那他说 可是呢 如果因为老师这样子说 然后呢 我就 每次有了性的发现 就要跑去吃补药 然后这样子 是不是好像我在因为老师的建议 而在催眠我自己 强迫我自己相信说 只要有性的发现一定会伤身 好像身体不受伤都不行一样 就是那样的感觉 就好像我在引导同学 进入一种罪与乏的自我裁决之中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有啊 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 然后呢 就会哦 身体不好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那只是我对少数的 一两位助教提到的 一部分的见解 但是那一部分的见解 也有助教 抗议说 这样的教育是很毒辣的 就是你害我 明明说不定根本就 没有什么事情的事情 然后被你这样暗示以后 每次做过以后都觉得很虚这样子 这个不能说没有啊 对不对 就是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道理啊 那这个像是 因为我之前也在上课 时而会提及 就是中国人的房东素 本来就是知道说 一个人如果用比较 所谓正确的方法 去接触这个性 这个议题 其实是会让 副交感神经能够起来 然后交感神经的兴奋 能够平息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身体 因为副交感神经能够起来 这件事情 在中医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说是这个人的肾阳 生出来 因为副交感神经的这个 起来 让平息交感神经 整个的过程 整个内分泌的变化 都会造成我们说的 圣扬充足的结果 所以我从前也是常常在骂那些 把禁欲看成是 保身养命的方法的人 觉得说那很荒唐 因为往往是因为 你把这件事情弄成 不能碰的东西 以至于变成 这个房东素 就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本来是可以让人更健康的 你也把它变成 一个很不健康的东西 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医疗的时候 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触碰到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客观的疾病 哪些是我们主观 自己去催发的疾病 就好比说 可能我在班上有跟同学讲过说 我这个人对细菌一向很没神经的 就什么掉在地上的披萨 就捡起来肯一肯什么的 但是你说我这个人 因为这样子的食物中毒的几率 我想是很少 有一次真的有吃到过 搜掉的什么东西 那是有点不舒服啦 但是那东西我想它可能是 那也不一定是细菌 而是因为它太不营养了 反正我都会找借口 反正不是细菌 就是我假设它不存在 就是非常胆大妄为的 就是否定了这个事实 就是我拒绝这个世上有细菌 这样子的活着 所以乃至于我说过 说我之前什么喝水沟水什么都没有事 就是细菌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事情 那就像同学有一次 我看到好像礼拜六班的同学 在留言本上面问问题说 那老师啊 有一些药材被什么重金属污染 或怎么样的 那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私密性的答案 不太好 不太好跟同学讲 就是说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么毒 有它的客观的一面跟主观的一面 就好比说 你说某一个地区的人 他的水质有问题 以至于那一个地区的人都有什么脚气病 什么什么牙齿都黑掉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对不对 那那个地区的人他不知道 他也不恐惧这件事情 他还是中毒啦 对不对 所以客观的有毒有害 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嘛 对不对 我们并不会说没这回事 这是客观的世界的一个事实 可是有另外一个主观的世界的心理因素 会强化或者弱化这个中毒的现象 就像是助教跟我抱怨说 因为老师的说法 害我强化了这个性对我身体的损耗 本来的话根本没那么大感觉的 你讲了以后开始每天都觉得很虚 就是这个或者强化弱化的部分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强化弱化的这个代表性的话题 就是吸烟会不会得肺癌的问题 就像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原来大家也不把抽烟当一回事 像那个时代的人啊 就是非吸烟者 就算不很喜欢烟味 对吸烟者没有那么强烈的排斥 所以即使是不吸烟的家庭 也会准备好烟灰缸跟火柴 就民国六十几年之前 同学还有没有那个印象 就是因为有客人要抽 要方便客人抽烟 对不对 就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 然后到了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呢 有一些西医开始说 抽香烟会导致肺癌 对不对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然后呢 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呢 这个说法开始流散开来之后呢 就在流散开来那一两年 好像就是西医界很清楚 大家在西医界大家都有印象的事情 就是倡导这个说法的那一些西医 几乎是全无例外的得了肺癌死光了 然后呢 从这个话被传开之后 好像短短的几年之中 非吸烟者的肺癌率 暴增了八倍 那是 也就是 本来这个事情 可能吸烟这件事情 不见得有多好 可能对肝也造成负担 可能抽多的会肺气肿 这我都 不敢说它是好的 但是 只因为 有人开始说 抽烟会得肺癌 乃至于 原来对人的身体的伤害 只有一的东西 大家的心情 给予了它帮忙 给了自己这个暗示 乃至于它变成一个非常毒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香烟到底有多毒 我已经不知道了 我如果在教室里面抽烟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会回家得肺癌 因为 大家的反应都已经很激烈 像我记得1995年的时候啊 我们家庭聚餐 我们家跟我 我跟我舅舅他们家 那我舅舅的小孩子 我的表弟啊 比我小四岁了 他是那种 他是处女座的男生 你知道有时候处女座比较 对一些事情比较有那种标准在 然后呢 那个餐厅是一个很大的餐厅 那我们这一桌坐在这边 有一桌坐在他们最后一排那么远吧 然后就在那个遥远的那一桌呢 有一个先生呢点了一根烟在抽 然后就隔着这么远的我的表弟妹 尤其是表弟 他一闻到有烟味 马上就有一种 那个眼神就是好像要杀死那个人一样 就是那一整顿饭 他都不吃冷 就是那一个钟头的饭局 他的脸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蹬着那一桌 然后发动他的恨意的脸波 然后我想说菜其实还不错嘛 但是 那我就想说 如果啊 这个时候有一个上帝在看着这一个画面 你会觉得 到底是这个邓人的人该得废爱 还是那边抽烟的人该得废爱 就是这些因为很 会变得有点吊诡 因为他 当我们被告知了这个吸烟会致癌的讯息之后 大家的那个情绪反应跟身心的变化 都变得很强烈 那 那事实上以数据显示 那的确是流传开来这个说法以后 香烟就变得忽然变得很毒了 尤其是对不抽烟的人的毒更大 那乃至于 不久之后就要开始谈论二手烟的问题了 因为本来二手烟是 比较无所谓的事情 就是我抽香烟 我都觉得我抽香烟很乖的 我抽香烟都是深呼吸的在抽 就是我 我吐出来的烟都是没有什么烟味的 全部东西我都废都已经把你黏干净了才吐给你的 可是为什么 大家都要说我吐出来的东西比我心情的东西还要毒呢 就是有这种毒吗 其实蛮不可思议的 对不对 为什么二手的烟比一手的烟要毒呢 可是 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些讯息之后 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变得严重化 那就是在香烟本身的毒性之外 我们自己人 可以因为自己的信念 而赋予他更大的力量 那这个信念我们也知道说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 找一个很厉害的催眠师把他催眠了 然后跟他讲说你手上拿来这支笔是烧烫的碳 对不对 那那个人是真的会产生灼伤的反应的 对不对 同学都听过这种誓言嘛 对不对 所以就像是把脉到底有没有在传气这件事情 他可以有相信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跟不相信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他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 从这个事情来看你就知道 我们的信念会做出筛选 而这个筛选会让我们经验到不一样的现实 同学能够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吗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是有不一样信念的人 其实我们就算同样活在这一个地球的台湾 其实我们经验到的世界都不见得会一样的 每个人有他自己主观的世界 那这个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一光是一个抽烟得不得癌症的事情 你可以因为西医界的一句话 而把这件事情弄成这么的不可收拾 那无论是说话的人或者听话的人都很惨 那你就会知道说 从前我们会认为说 在人的世界能够轻易的操控别人的信念或者思想的东西 称之为宗教 对不对 可是呢 迈入这两个世界 其实医生比宗教更能够轻易的去修改一个人的信念 有的时候 你原来对你的身体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的 那你检查到什么数据 然后医院的医生跟你讲说 你这个要小心 然后怎么样 那因为西医是科学的啊 他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单纯明快的铁的事实而已啊 所以你会非常轻松的就会接受他给我们的讯息 于是乎 就让自己身体变成好像很容易受害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如果要说修正一个人的信念 就像有一个人坚决的相信一个什么负面的事情 那心理医生熬了他八年熬不动 可是呢 西医他只要一句话 这个人就可以完全陷入负面的世界里面了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 就是现在的西医他可以有一个权柄 就是就像一个精神一个宗教的领袖一样 那我讲到这里 我说西医 那你看你那请问各位同学 我好不好意思说说 那我们中医就不一样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中医有比较好吗 当西医在那边说 啊这个你如果不治疗的话 你小心会死掉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中医就会说 你这东西给西医看的话你就完了 不是一样吗 都是用恐惧在威胁人家 其实啊 如果一个人的信念 大体的信念结构啊 是比较稳固 比较健康 比较正面的 他得一个什么乳癌 或者怎么样的 或者肠癌 他被西医挖掉了 或者做一个什么假的什么东西 其实他不复发的几率还是蛮好的嘛 对不对 就是也不见得说 人人给西医割过乳房 都一定会复发 就他还是有机会的 即使被西医介入之后 还有机会 那就那个机会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机会 就是如果你要说 我的知道的范围 比如说我的外婆的朋友们 然后怎么样 就是认识的这些人里面 他能够 能够继续健康的活下去的 好像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心情比较好的人 所以癌症对他来讲是一个偶发事件 这样子 他不太需要太介怀这件事情 那但是客观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一个大体来说的话 那给西医做医疗 给西医医疗的话 那这个癌症当然是比较不容易好 就是这个病人本身要花更多的 意志力去让他好起来 因为西医他的那个整个 整个他流散给你的那个思维方法 就是非常的泼冷水 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好像什么东西就是 往换的方向发展 就是那样的一种相信 那所以他就是 当你的肾脏开始比较不好的时候 那我会觉得 可能西医的人他会对你很 就是很亲切很善良 但是但是他还是会引导你走上洗肾之路 就是他的那个 整个思想上的觉得 大概是会坏下去吧 就像我有 我的外婆她糖尿病 到现在也二三十年了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糖尿病的症状 就比较累一点 比较口渴一点 就这样子而已 那可是我记得我在十几年 在应该是十年前 十年前 十几十几十二年前吧 我跟我一个西医的朋友说 我的外婆有糖尿病 我西医的朋友马上就说 糖尿病啊 通常十年之内就会洗肾 那我说我外婆已经十几年了 那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 那还没有开始洗肾 但是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外婆 可能她不是那么乖的病人 就是 就比较每天在烦别的事情 没有在烦她自己身体 所以这件事情就她不太记忆 不太在意这样子 可是你会知道说 我的朋友她是一个 我的老同学 她是一个专业的西医 她听到糖尿病就说 十年就洗肾 就是这样子 她的信念上面是这样的 就觉得平均而言就是这样嘛 所以就好像你得了糖尿病去看西医 你不洗肾你很奇怪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调调出现 那这样的一种调调呢 如果我们把它 就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去决定 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益或者有害的 这样的一种思维呢 我们不要说西医 因为西医不是这个话题要攻击的对象 比如说像在这个地球上面 我们当然早就有很多人觉得说 医疗体制不足以帮助我们健康 这个想法本来就很多人都有 对不对 那于是有些人他就想翻上一层 就是不要活在这个医疗体制的阴影之中 可是我觉得人心 有的时候你想要逃出来反而陷进去 比如说代表性的想要逃出来又陷进去的一种风潮 就是在西医的医疗体制不那么被信赖的时候呢 就有人开始去倡导健康的饮食 生机的饮食 对不对 他就会说 你吃东西你要吃完全没有农药污染的 然后非基因改造的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就在很多很多条件限制下的那个青菜 或者那什么 而且还最好是吃生的或怎么样 这样你身体才能够得到滋养 对不对 他的营养才是好的营养 那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 你是相信这个学派的人 那你当然 然后你也每天都乖乖的愿意花这些钱去吃那些精致的食物 那你的身体当然可能会因为你的信念 就好像你做了一件 你觉得会被神保庇的事情 就会好起来 就是有机会会好起来一些 可是 这样的信念一旦又变成一个社会上面的流传开来的信念的时候 它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信念它会有一个负面的阴影 就是 如果你不是吃这么好的饮食 你就糟糕了 所以当你相信这种健康蔬食的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你平常呼吸都觉得自己在中毒 所以那样的一种思考方法 会不会让身体变得比较健康呢 以普遍的结果而论 恐怕是不会哦 恐怕是会让人身体变得比较糟 因为 你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就是说人要吃什么什么什么 才能够不被毒死 那我每天还在吃那些会把我毒死的东西 然后每一样东西都觉得 嗯 今天吃了很毒 那这样子 当然客观性的毒存不存在 像农药 被农药污染的水果 让你说 吃跟不吃 哪一个比较毒 那当然是吃到农药比较毒啊 就是客观性的正常啊 我不否断 我不要否定客观性的事实 但是呢 同样是吃些有一点毒的东西 可是你却用一种比较挑剔的眼光 去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 你的信念是认为说 你吃了比较毒的东西 就会身体遭到破坏 然后呢 吃到没有毒的东西 所以才能维持正常 那当你这样子在 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其实呢 也就是在 告诉我们自己一件事 就是 我的身体是 没有疗愈能力的 也就是说 从刚刚讲到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例子 有的没有 讲那么多 其实在说的是一件事 就是我们现在 流传在我们脑海之中啊 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的 各种关于健康的信念 我不晓得会不会到最后 我们被洗脑成有一个比较终极的信念 就是 我们的身体 没有什么自我疗愈的能力 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信念了 那这个要 这个信念的这个 代价是很惨痛的啊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身体没有自我疗愈能力的话 那我们身体 所有能够帮助自己的机制 就都被关掉了 因为我们的 有意识的自己 不允许这个 这个能量介入我们的生命 那 那这个 我是觉得 我自己在学中医的时候 常常觉得惶恐 而且会觉得要反省的就是 我觉得我吃药 已经吃到 好像不相信身体有疗愈能力了 就是 啊 一点点小头痛就 啊 这个汤要吃 一点点怎么样就 那个汤要吃 我会觉得 当我吃越多药的时候 我好像离我自己身体的疗愈能力的那个 越遥远 就是在学中医的时候 好像也会 失去了一种 对这个 自我自己身体疗愈能力的信赖 就隐隐约约会有这样的风险的感觉 但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感觉 因为中医在另外一面 有它这个 对我们自己身体疗愈能力 的正面的帮助啊 但是 那是下一个话题再来谈 但是至少 这个 从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怪 就是你 无论学西医或者学中医 当你把医术这个东西 巨大化 伟大化到一个程度之后 到最后都会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 一个生病的人 他自己本人是无力也无能的 就是当你的医术变成说 没问题 癌症我医的好 我可以救得活你的癌症 那 救活癌症的这个权柄 到了医生手上 的时候 其实就好像在告诉这个病人 救 就是救他自己 这件事情 他没什么事好做 你知道 就是他身体的疗愈能力是 没有重要性的 重要的是这个医生很神 所以 医术这个东西